小白五块收购的东西两块钱卖掉 但他最靠这个方式成为了百万富翁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还有这种事情 他真的变成百万富翁了吗 是的 百万富翁 是不是复数的富翁 并不是 就是一个好多好多好多灵的那种 小白是不是和人打得赌 如果这种行为持续多久 可以给他几百万 不是 小白是靠自己的努力赚到的 高买低卖还能靠自己赚一百万 难道是他赚的不是买卖收益 而是这种交易的补贴金 并不是 小白全靠当中间商赚差价 购买了这种东西 然后按时出租啊 好家伙 怎么比村民还奸商啊 嗯 你的太厉害要意思 不过小白买卖的东西是水果 这种东西怎么出租啊 我明白了 小白买的是橘子 五块买一个橘子 一片橘子半 售价两块 MC里的村民都是这么干的 有点倒了 但小白还并没有确计倒了哦 难道小白是高价 购买了树苗 然后种出成熟的果实在卖 题目中说的是同一个物品哦 是三花淡奶 小白加了海克斯科技 唉 看来这个题目对你们来说还是太难了 给你们个提示吧 小白本来就很有钱 我知道了 小白原本是千万股文 是做生意会想打完股文的 是的 回答正确